大家好,我是士豪 那我今天的主題是 32台車、32個故事 尋找最真實的自己 那就是我今年 四月春假的時候去 大便車環島站 我是蘇士豪 然後我是土豪 然後雜學喜歡挑戰和冒險 然後我即將要前往中國工作 然後我現在在一間社會企業實習 但都不是我今天要講的題目 那感性的我就是一個惡化不說 然後想到就想要去做的人 就像環島這件事情 那理性的我總是還是會因為現實而退縮 就是我可能現在還有一些 學校的忙碌的社團 或是有一些生活的約束 但是我覺得常常我們會處在一個 理性跟感性 就是會打架的時候 就是到底要不要去嘗試呢 還是要之後再做呢 所以我還蠻欣賞必成 就是直接這樣子拋開一切 就直接去做這件事情 那每一段旅程都會有一個起源故事 那不外乎就是受到情感的打擊跟挫折 那我也不例外 那環島前呢 我參加過很多創業競賽 就是像ATCC啊 然後行銷比賽啊 然後創業比賽啊 就是我是一個很喜歡讓自己非常 處在一個忙碌的人 那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個 這叫做SAIA 就是IG之前有一個匿名的連結這樣 那環島前的時候 我就是突然 就是我有開那個 然後突然就是 有人在上面留言就是說 因為我那時候當會長 那就說 我好像變得有點現實 然後我就突然說 就是重重的好像打我一拳 就是 以前我在朋友的印象之中 都是一個很喜歡聊天 很喜歡分享 然後很喜歡帶來歡樂的人 但是 就是突然好像 就是 因為這 會留在眼的一定是 身邊很親密的朋友 只是不知道是誰 然後我突然就開始思考說 是不是我在參加很多 商業競賽 或是我本身是一個 國際系統的學生 然後三年級的時候 我突然接觸一些什麼 模型啊 然後行銷的一些提案啊 然後慢慢的自己開始 失去了溫度這件事情 然後是不是過於的理性 於是我在想 那 我要怎麼找到 讓自己變回 以前那個 善於分享 然後又有溫度的 我呢 於是我就去環島了 那我 當初就先去 單車環島 那我之後又去 大便車環島 那兩個的狀況 比較不一樣 單車環島的原因 是因為我那時候 跟五年的女朋友分手 對 然後那時候她說 她覺得我變得 她覺得我變得 很沒有溫度這樣 然後 然後 搭便車環島 雖然我像她商業競賽 然後 就是沒有晉級 然後我一直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我沒有晉級 因為 晉級的那個 對我跟我們做的提供竟然 一模一樣 然後連提案都一模一樣 然後我就覺得 欸為什麼我沒有晉級 對 然後還有就是剛剛說的那個 小盒子那件事情 那 所以我就去環島了 那 十次招手 八次被拒絕了 然後我一開始以為 就是 我的長相就是出了什麼問題之類的 因為那時候 就是讓我去爬一些文章 然後就有人分享去搭便車環島 然後每個人都說 很好攔啊 十分鐘攔到啊 五分鐘攔到啊 然後我那時候 足足短了 四十分鐘 快一個小時 然後我 一開始我搭便車 那時候 嗯 的方式是我就會在 交流道附近 的前面一點點 然後我就舉一個板子 然後什麼話 我手就這樣 轉個角度之類的吧 然後 然後都沒有人來 就是 都沒有人來 就是 問我要不要搭便車 然後反正是有些媽媽會 突然開車過來 還可以這樣繞過來 然後說 欸弟弟 你是不是沒有錢啊 還是你 發生什麼問題啊 家裡是什麼 經濟有問題之類的 然後問我是不是需要幫忙 對 那我之後發現原來 原來 搭便車也是要有策略的 於是我就開始改變我的策略 我開始在 附近的 紅綠燈 就是那紅 就是紅綠燈口 然後在那邊 然後紅燈的聲音 大家都停下來 然後我就會 一樣是舉著我的板子 然後這時候 我就會看著那個 停 紅燈的 它窗墨咬起來 我就開始凝視它 這樣 然後 竟然就在微笑之類的 然後你就會發現很有趣 有些人就是看到你 就是他 很明顯就是沒有要載你 所以他就是繼續看他前面的車子 然後 有些人就是會 看一下你 然後又窃笑一下 然後 然後就不知道到底有沒有想要載你 這時候就來了 你就要繼續的看他 看到他那個憐憫之心都爆出來 然後 他就會走出來說 欸那你有沒有搭便車 就開始我就發現有這樣的策略可以去使用 不過呢 就是 拋開成見 然後拋開對所有 對人的定義 這是我第二個搭便車的阿伯 就我一樣就這樣 我就看 看看看看 然後這個人我完全沒有看他 因為他是一個 貨車大哥 就是 旁邊一個位置而已這樣 然後他在腳邊這樣 然後他就 突然開過去 然後這樣 上車 然後 問他 通常一開始就知道先問你說你要去哪裡嗎 然後 他就直接問我說 上車 這樣 因為我就是寫我要 南下這樣 然後 他就說要拒絕他嗎 因為 我不知道怎麼拒絕他 我怎麼跟他講說我不想搭你的車 然後我就想說上車了 然後 他就很 他很熱情的跟我聊天 因為他是一個製作 娃娃機的 夜車這樣 還蠻酷的 對 因為我那時候前陣子 娃娃機很流行 然後我本來想當台主這樣 我就研究了一下 所以我就跟他聊得蠻開心的 然後過程中我就發現 又遇到蠻多像類似這樣的大哥 然後他們都很熱情 但他們 就是看起來不會 看起來沒有那麼的善良 就是 可能有點兇神惡煞之類的 但其實他們都是好的 所以 這算是我在這段過程中 有小小的體悟吧 但 上車之後 那住宿呢 因為我 其實完全沒有設定我 今天要到哪個地方 然後要坐在那邊 我通常是到 然後三四點的時候才能說 喔 先到嘉義人 那我要來嘉義找地方住 這樣 那 這是我的舒適度 消滅區 清理 廣咖 麥當勞 公園 沒錯不是公園 我有睡過公園 就是我第一天晚上的時候 睡在公園的 然後 我那時候睡了大概三個小時 然後就變人醒 然後 我就很慌張 因為我有點 就是有點焦慮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一天報導說 就是 遊民都會有自己的區域 可以清除了他的領域 之類的 不然他會攻擊你 然後 然後 就是 我很怕 所以我就是 而且我又 背一個相機 然後我通常睡覺是抱著他 就是沒有地方放假 所以我之後就是 改去 就是 網咖或賣張貓 就這樣 算是一個蠻特別的經歷 就是 有睡過公園 又可以跟自己的兒子講 還蠻驕傲的 那 除了挫折以外 旅程中一定會有驚喜嘛 那 因為 對不起 是我這邊警告的時候 我真的有在喝酒之類的 然後 嗯 因為有 有三十個故事太多了 所以我就跳了幾個 我覺得蠻特別的故事 那 第一個是 很砲克的夫妻 因為我在這個環島的 之前 我有設定了幾個 我想要完成的 小實驗吧 就是我希望可以成功 去到別人家裡面 雖然反正想要住在別人家 但是 不好意思直接跟他講 對 然後 我還希望可以交換禮物 就是我在 出發前我買了一個 相框還是什麼 這個東西 然後希望可以用 交換的方式 就是遇到一個人跟他交換 但是 好像也很有成功 因為我都去遇到 已經很奇怪了 然後好像也沒什麼 都可以交換 對 然後第一個是 浩克的夫妻 然後我 那時候是在雲林的時候 嗯 交流到附近 然後他們就問我 說要去哪裡 然後我通常也不會說 我要去哪裡 可是我要南下 隨便你要在 不知道哪個都可以 對 然後 上車之後 他就問我說 那你今天預計到哪呢 然後我就想一下雲林 嗯 那就嘉義好了 然後說我今天應該會到嘉義 他說 不然你要不要來我家裡坐坐 然後我的員工 有一個是嘉義的 他可以下班之後再過去 於是我就真的潛入了他家 然後到他家之後 我真的是嚇到 因為他家就是 就是 在雲林有點 鄉下的地方 然後就是下家流到之後 就開始 不然就繞啊 然後我就會開始緊張 好嗎 真的有什麼 各種電影的情節 都會書寫什麼 殺人魔啊 我都怕什麼 big olsen之類的 然後 又很想睡覺 然後又 這樣很鎮定 然後就開始刻意跟他聊天 這樣 刺判他這樣 然後 然後 就 然後 就劇場很多啦 然後到他家之後 我發現他很酷 就是他們家是造橋工廠 是 對 造橋喔 就是很大型 好酷 所以他來在很偏鄉的地方 因為要很大的附近這樣 然後 那個阿伯就說 那個 爸爸就說他 就是台灣有八成的橋 都是他們家造的 喔 然後就開始跟我講一些很專業的術的 是不是 然後就開始就 好像很了解這樣 對不對 然後 這算是其中一個小驚喜 那 我還 就是我到他們家之後 他們還借我一台腳大車 就是你會借一個陌生腳大車 他們借我腳大車 然後讓我自己一個人在 就是鄉鎮裡面 繞來繞去 然後自己騎著腳大車 然後開始 就是亂跑 然後我就有在過程中 遇到一個 踩蒜頭的阿婆 然後他就 我就跟他在那邊 坐在那邊踩蒜頭 我就跟他說 我就跟他一起踩蒜頭 然後就 我跟他踩一個下午的蒜頭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什麼這個蒜頭比較好吃 就讓你很醜 不行 然後這樣 對 然後還有就是 摸刀師傅 這也是一個蠻特別的 就是他 他就是 他就問我要不要下去請跟他摸 這樣 然後我就有去跟他摸了一下下 就還蠻酷的 對 那驚喜惡惡 這個是 我去體驗了一個 消防 消防局 的 隊員的生活 就是 因為我剛好有一個 就是剛好有朋友的男朋友 是 就是替代 但是我完全不認識 然後我就剛好到 诶 不能講評分 我已經講錯了 反正就是 我就打電話說 那我們不能借數在這個晚上 就是 然後我就爛 然後就爛 然後就爛 然後我就爛 然後就去住了晚上 那很特別的是 我跟他們一起 就是 出任務 就是 大家都知道出任務嗎 對 就是 一般消防隊友解釋一下 一般消防隊員都是他們在 呃 是24小時待命的 那每三個小時就要換運輪 那可能我跟他 在一個街道裡面 就是要出任務 出任務就是 接到任何的消防電話 那我們就要出去開救護車 因為救護車其實不一定都是 醫院開的 有時候是消防局 對 那我們要到現場去處理 可能 需要判斷說 這個 受傷的人是要送大醫院 或是小醫院 然後如果有緊急的話 要幫他急救這樣 嗯 那 嗯 那時候我就穿了一個 這樣的衣服 他們就發了一個衣服給我 然後就說 然後是來寫專業救護員 然後我就超緊張 想說 哇 我等一下要幹嘛 然後我這樣就跟他們 一起出任務 然後我那一個晚上 總共出了兩個任務 然後都是車禍 好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那如果今天是失火 或什麼這些的話 你們還會讓我去嗎 然後他說 會啊你就在那邊噴水就好 就說 哇 這也太起床了 你知道 馬掉下去 然後當然也有很感人的部分 就是 就是我在搭便車的過程 有搭到蠻多是家庭的 然後像這個是一個獅子的奶奶 然後跟 嗯 他帶她出去玩 這樣 然後這奶奶有重聽 所以 他一直想跟我聊天 然後他就一直說 蛤 然後我一直在聽說 我一直講很大聲 然後他就說他聽不懂 對 然後反正 就我看到他們之間 那種親情的相處 我就覺得很感動 因為 平常我自己 因為太網路了 所以其實蠻少回家 但是 我明明就是在台北讀書 然後我也是台北人 但是我卻很少回家 對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有點在反思這樣的 想法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是全家人 然後那時候我在台東 然後他們要在 平東在我到台東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們要去哪裡 他們說他們要去露營 然後 我就說那你們要去哪裡露營 他說 我們沒有找要去露營的地方 然後 但他一整趟就是很歡樂 然後我就覺得原來 全家人在一起 到哪都是一趟很美好的旅行 就是不一定要設一個要去哪個地方 這樣 嗯 那環島後呢 就是我看了三十二種人生 然後我也 我也審視了自己的生活 不管是對 對朋友 對家人 對生活 結果開始變得更 更感性 更去思考 更去同理別人的感受 就是我覺得 這是我這趟過程中獲得最大的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在追求成功的 的同時 就是一定要 別忘了要成為一個有溫度的人 那這也是因為我 這也是造成我之後選擇去社會企業工作 還有之後去中國做有關教育的 教育相關的工作 只是我現在還沒辦法分享給大家 就是那個構成 說或許之後四個月回來可以跟大家分享 對 然後 我覺得在做每件事情的時候 溫度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 嗯 那這是一個搭便車的小撇步 對 就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同理心跟友善 哪要懂得跟別人分享 對 然後好奇心跟勇氣 對 然後交流到附近的紅綠燈奶車 然後車上要講話 有些人就是完全不講話 然後我聽到有些人分享 就是他說他搭便車的時候都不講話 然後我就說那你幹嘛搭便車 對 然後就是享受旅程 然後一定每個故事 謝謝大家 有其他故事等一下可以 就是來找我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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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